环球时报综合报道,一场火车上的争作之战经媒体披露后,在瑞士引发一场辩论。 据瑞士20分钟报19日报道,在17日晚,从苏黎市开往福莱堡的一列火车上,因为乘客超人而上演一起,军人和孩子,谁该坐着的激烈争论。 报道称,当时,一节车厢里有不少旅客站着,其中包括四个家庭的七个孩子,车厢里同时坐着一些身穿军装的士兵。 发现情况的乘务员,通过广播要求军人将座位绕给孩子,但是沉默过后,竟没有一个士兵起立。 乘客坎门和他的孩子,觉得很吃惊,他与军人展开争论,要求后者服从乘务员安排让出座位。 但是另一位乘客却反驳他说,军人也为国效力,并没有义务给别人让座。 经过三十多分钟的争吵,八名士兵最终腾出自己的位子,让七个孩子坐下了。 事后坎门依然觉得很窝火,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旅途上,我们竟然要与二三十岁的健壮士兵辩论,才能说服他们把座位让给三到十二岁的儿童。 这实在有点夸张,该事件引发封间及媒体热议。 瑞士联邦铁路公司,不希望做出特别表态。 他们称,在车厢座位不够的情形下,乘务员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,要求某些乘客让座。 但这没有具体标准。 瑞士国防部,则为没有主动让座的士兵打抱不平。 军方发言人阿尔曼称,法律规定军人仅凭证件就可乘坐火车。 且与其他乘客,同样享有一个座位。 没有明文规定,要求军人更应让出座位。 阿尔曼还称,联邦铁路公司,每年因运输士兵,从军方得到超过四千万瑞士法郎,约合二七亿元人民币的财政资金。 他的言下之意,似乎是铁路公司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欺负军人。 潘亮,At Sevilla Debt Post,7,531,2018年10月中旬。 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举行的失礼伏复2018太空战演习。 世纪失礼伏复2009,失礼伏复2010之后,又一次把提高随形一体化太空,与网络作战能力,作为重要目标的太空战演习。 这不仅凸显了太空与网络空间战略价值重大,同时也表明天网一体作战,将成为制胜未来战争的关键。 关乎一个国家战略安全,与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,太空与网络空间,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新焦点。 当今世界,太空与网络空间在国际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科技、甚至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显著上升,影响着一个国家安全与发展大局。 世界主要国家竟相从战略高度,谋划参与太空与网络空间竞争,围绕太空与网络空间的发展权、主导权、控制权的争夺愈演愈烈。 美国为谋求绝对军事优势,加紧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,加快发展太空与网络空间军事力量,有可能改变战略攻防格局。 进而打破全球战略平衡。 2017年8月,美国国防部启动了将网络司令部升级为一级联合作战司令部的流程。 2018年5月,美军网络司令部完成升级,成为美军第十个联合作战司令部。 所下网络任务部队数量达到133支,总人数约6200人。 目前,美国正计划将分散于空军以及海军、陆军、国家侦察局等部门的太空力量,合并组建成一支独立的太空部队。 以全力支撑其国家安全战略,中太空大权主义战略目标的实现。 太空与网络空间,成为制胜未来战争的关键领域。 随着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。 特别是伴随战争形态,加快向信息化智能化演变。 太空战与网络战,不仅已成为重要作战样式。 更是夺取制天权与制网权,支撑联合作战,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。 太空与网络空间力量,即独立碎形作战任务,又支援其他领域作战行动。 对战争进程和结局,具有决定性影响。 伊拉克战争,俄阁冲突,利比亚战争,叙利亚战争等几场局部战争。 作战行动往往首先在太空与网络空间展开。 被剥夺了信息能力的一方基本毫无招架之力。 微乎微乎,至于无形,神乎神乎,至于无生,故能为敌之私命。 未来战争中,不掌握至偏权与致网权。 可能连敌人在哪,何时发起攻击,怎么被打败的都不知道。 很多作战力量,可能还没有使用就瘫痪了,或者偏瘫了。 美国升级网络司令部,唯一级联合作战司令部,以及正在推动的太空部队独立成军。 正是其积极备战网络与太空战争,争夺致网旋至天权,迈出的重要步伐。 太空与网络空间,在未来作战中,多层次相互交织。 众所周知,几乎所有的太空行动,都依赖网络空间。 而网络空间的某些关键功能,也只有通过太空行动才能提供。 正是由于太空部队,无法伸至太空。 太空部队的作战行动,主要在网络空间进行。 网络攻击变成对卫星等太空资产,以及地面支持系统,实施隐蔽软杀伤的重要手段。 应对网络攻击,卫星等太空资产,以及地面战等关键基础设施,存在一定的脆弱性或易损性。 如攻击者可通过网络电磁干扰,网络接入,飞客入侵,信息欺骗和干扰,病毒感染传播,数据盗取,渗透性延伸攻击,拒绝服务攻击等多种手段。 扰天机网络,断天机列路,摊卫星地面侧控与数据中心,破地面应用终端。 太空和网络空间,正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 特别是在未来作战中,二者将不可避免的多层次相互交织。 通过多种网络攻击手段,秘密碎形太空无烟战争,或许会成为未来太空及其地面支持与应用战场的主要形态。 天网议体关乎一个国家战略安全,与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。 天网议体的关键,在于以新的天网议体作战概念和思想为指导。 重点实现天网情报信息一体,天网攻防手段一体。 以支撑多余联合作战,保障国家战略安全。 伴随宇航技术,信息化智能化技术,以及太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。 天网一体作战能力,将是未来联合作战体系的重要支撑。 是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的新型力量。 是抢占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拳头。 当前,美军太空与网络空间作战力量正在整合。 以执行多余作战任务。 施力服务2018太空战演习的主要目标,即是探索各种综合指挥和控制框架。 以利用空中、太空、与网络能力,支持全球和区域作战。 确定太空和网络空间,在多余冲突中的战略与战术作用。 研究如何利用国际、民用、商业等多种手段, 随行一体化太空与网络作战。 2018年8月,日本也宣布成立了太空和网络空间委员会。 以强化网络和太空一体化能力。 很显然,这些国家已经注意到太空与网络空间均民结合紧密, 屏占一体明显,技术兼容广泛。 正追求推进太空与网络空间资源统筹利用,力量优化整合。 以天网一体助推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能力。 环球网军事3月4日报道,据德国亮点杂志,3月3日报道。 俄罗斯的告示高超音速导弹,要比西方专家认为的快得多,也致命得多。 该杂志记者戈尔诺特克拉姆佩尔指出,用它摧毁像五角大楼这样的目标,五分钟就够了。 该杂志写道,俄罗斯地告示高超音速导弹,要比西方认为的快得多。